亚塞拜然9月19号对争议领土纳卡区发动攻击 造成至少200人丧命以来 纳卡区亚美尼亚异居民几乎已经全部撤出 逃到亚美尼亚境内的难民人数上看12万 联合国难民署以及世卫组织持续在边境城镇提供人道救援 联合国特派团也在周日抵达纳卡区评估情势 创下30年来首次有联合国人员进入 而同一天亚塞拜然检察长对前纳卡区亚美尼亚异领袖发布逮捕令 有意彻底粉碎当地亲亚美尼亚势力 并迅速取得完全掌控 逃离亚塞拜然的闪电攻击 纳卡区亚美尼亚难民持续涌入亚美尼亚边境城市 家当全绑在车顶 全家大小三代同堂抵达 暂时以露天广场为家 老若妇孺病得病倒得倒欲哭无泪 亚塞拜然政府军 9月19号对争议领土纳卡区 无预警狂轰猛炸 造成至少200人丧生 从纳卡区逃出的难民人数上看12万 联合国难民署紧急再来 一卡车一卡车的救援物资 世卫组织也派出医疗团队 救治大量在战火中烧烫伤的难民 纳卡区中日罕见出现联合国人员 是当地30年来首见 由联合国特派团亲自视察当地 对外表示是要评估情势 但遭到当地官员批评纯属作秀 同一天 亚塞拜然检察长 对前纳卡区亚美尼亚裔 分立派领袖阿鲁丘尼扬 发布逮捕令 有意彻底粉碎当地亲亚美尼亚势力 并取得完全掌控 张力德编译